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个西装领 西装的一个制图方式 西装的话有分很多种 像我们现在看到图的这一张呢 它是一般西装 然后西装领大部分就是 所谓的V领的一个概念 不要去害怕西装很复杂 当然老师傅做的那种传统式西装 它真的很复杂 而且它必须要烫缩拔之类的 但是 我们可以很简单的玩一种西装 先不要这个书上讲的 所谓的基本的制图 它是为了给初步 要去领帖的人去做的 在你刚开始 你没有这么多经验值的时候 我们先学会老师教的 每个老师教的 也许都有一点点不一样 但是不要去害怕 不要去质疑老师 因为师者传道授业解惑 其中三者只要有达到一项 那个就是好老师 西装领呢 在我们的西装的制图 其实细节很多 但撇开那些细节来讲一个重要的概念 不需要那些 我们来看一下西装领子的前领中 这是我们 我简单的讲一个概念 例如说 好 我能不能就用这两片来做西装领 当然可以 例如说你领围 西装 你看你是薄的 厚的 我可能就离开领围线这边 我的领子要开到这里来 那就很简单 拿个池 把这一条虚线画出来 那现在你希望这个西装领型 要变成怎么样呢 我自己画 我希望它在这边 下面这一个像一朵花 OK 那前面这边呢 可能就不要太大 我这边要小小一片 我可能就想要这样子 我觉得这样很好看 那你的西装领就出来了 这个地方 简单的去做一个倾倒 两三公分呢 是为了厚片 这个细节后面再讲 两三公分呢 我们就去倾倒 倾倒它 然后倾倒个两三公分 好 两公分基本上就够了啦 然后把厚领纹呢 把它给画上来 领高要多少 领高我 这个领高我可能就是 三点五公分 领片 然后这边是两公分 好 你就两公分画下来 这一边呢 不用担心 很简单 来 把你的这一个线 给对折过去 趁它还没干的时候不知道能不能印得过来 哦没有印过来 那更简单哦 我们拿着简单的点图线 然后把刚刚我们所画的这个领片啊 把它给随便拿 拿个锥子 我现在没有锥子 我手头上只有这个 我把它点一下 或者是我们有描图纸 把描图纸描一下 当它过来的时候 哦我这边看到了形状 它有点的那个线条 就是在这边 然后这是我刚刚点的线条 有一点点的太轻了 然后这边呢 拿个尺 顺势把它给画上来 好了 你这样子 你的一个西装 领外轮廓就出现了 懂概念吗 这就是我们常在讲的 这个西装的领子 这就是我的 分片在这边 这边要画顺一点哦 这个就是我们的后片 这就是我们西装领的 所以这就是西装领片的一个概念 不用去害怕 它看起来什么 这边倾倒多少 这边倾倒多少 那是刚开始 但是现在我们就要从开始 如果没兴趣的同学 你去选择下一种哦 好我们现在先设定衣裳 你看这张图来讲 它已经超过了它的臀围线 臀围线一般在腰下18公分 每个人不一样 臀围线 腰下18 你自己把它斜起来 哦对不起 这个是臀围 是92公分的臀围 因为西装它盖过臀围 你要取决在 如果你屁股很大 你还是照现在的这种做法的话 你会绷在那边 你穿不下去 所以呢 衣裳我们先设定 腰围线下24公分 有一个腰围嘛 每个人的腰不一样 还有一个所谓的 到臀围线的位置 西装没有人在做很紧的腰 当然你要做也可以 臀围线 我们从腰下 18公分 然后臀围92公分 待会儿袖子还有一个 所谓的两片袖 是袖长 你要先设定好 52公分 这些尺寸怎么来呢 请去看一下 所谓的尺寸参考图 很多的书本 都有可以参考的 我们现在呢 先画一条直线 同学不要拿这个签字笔画哦 要拿铅笔画 然后直线画好了以后呢 把后片放在上面 描一下 我用黑笔 是为了让你们看得清楚一点 好 我们现在 把这一个所谓的 后片描上去了 描完后片之后 我们现在要从后腰线下一公分 为什么 因为这有关于我们这个 由这边下一公分 这一条线是我们新的腰围线 因为西装外套在后背长的地方 因为我们里面要穿比较多的衣服 或者是比较多的东西 它会让我们的后背长变长 如果今天的衣服是很紧身的 我们甚至要在后背长的地方啊 比如说像这个地方 我们还要稍微剪掉一点点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后背长啊 会太长了 紧身的衣服 我们在后背的这个线条啊 不需要这么多分量 因为它贴在我们的皮上 但如果是宽松的话 它就会在外围线这一条 所以我们的后背长要长一点 好 现在我们往下一公分 然后再来呢 腰下十八公分 做个记号 再求一个水平线 这就是我们的臀围线 臀围线很重要的一点是 有关于 你要去决定你的臀围尺寸 然后再来呢 我们的长度 衣长我们由腰围线下 往下 二十四公分 二十四公分 量一下 好 然后在这边 好 二十四公分 这时候再画一条水平线 利用脚尺 去求出这个水平线的位置 画完了后片之后 我们开始要先画前片的一个 主型 西装外套里面要穿衣服 如果今天你的布料 是夏天的 你也许现在我要加的这二点五公分 你就不用加这么多的松份了 我们目前设定是毛泥外套的一个宽松份 这是我们所说的松份 好 二点五公分画一个记号线 然后再来呢 要过来多少一个零点五 为什么要过来 我们现在先从后面 这边分成两半 因为我们的人体后面是一个拱形的 没有人的后背是一个很垂直的一个形状 因为我们在后背到腰围 你注意看我们的腰围这个地方是有点往内陷进去的 当我们西装要合身的话 如果你打直直的这边就会出现很多的松份跟余量 而且穿起来就没这么有精神 所以呢 我们现在在这边呢 先过来个一点五公分 一点五公分 在腰围线的这个地方 好 一点五公分做个记号线 拿着齿 从这一点 腰是从这边凹进去 所以你的齿要这样子去做它的弧线 在腰围的这个地方 但是在背的地方要反向哦 把它翻过来 连到这个点 不能太弧 因为我们在结合的时候 如果太弧的话很难车 但是你一定要有一点弧线 好了 我们刚刚二点五的松份 再来还要加多少 因为我这边不小心 因为弧度 我把它少掉了一个零点五 零点五公分 我现在要把零点五还给它 这边再加个零点五 这就是我正确的一个补正的地方 把前片放上去 在这个点 这个点的位置 然后碰到我们的前片的线 然后腰围线 靠着我们的水平 好 这时候把前片给描上去 这时候是基本圆形的前片哦 这之前都有讲过了 最基本的一个方式 然后把它给描上去 描上去以后呢 我们继续来完成我们的后片 因为我们刚刚后面下摆 这边还没有画好 这边呢 就垂直下来 腰围线下 就不用再去做任何的弧度了 如果你的屁股比较翘 你就说 我可不可以把这边画成这样子 屁股有点微翘 当然可以 只是说你在这个地方 如果做成这样子的话 你在下摆 屁股的这个位置 虽然有点微翘 可是你两片 两片都是弧线的布 车在一起之后 如果你的设计是 特别这个地方要翘开来的 你可以这样做 但如果不是的话 你最好在这边 这样子平顺下去 你就不会觉得在这个地方啊 有一个凸出来的很像那个 凸出来的尖尖的感觉 好 我们把它画到底部 这就是我们后片的 接线的位置 然后再来呢 领围线怎么设定呢 今天这件衣服 你到底要靠近你的领围多少 难道西装没有离开很远的吗 有啊 怎么会没有 可是你不需要 你今天你的领子 有人的西装领啊 它可以开到这个地方 对不对 有没有看过这样很特别 好像玛丽莲梦露啊 还是谁 他们穿一个 类似这样子的一种 所谓的西装 这样子的概念 它离它的领围线 最起码有大概七八公分 但是人家这是特别设计的 可是这种特别设计在 等你学会的 领帖 我们先学会领帖以后 再来去做另外的一个研究 我现在西装不用离它很远 我大概0.5 0.7就好了 0.7公分 或者是你希望这个西装领 不要贴脖子太近 可是如果西装领 它没有很服贴在脖子的话 它就会开开的哦 一不小心太开的话 就会很麻烦 这时候就把它新的领围线 给画上去了 正确的线我用红笔画 你们一样先用铅笔画 最后再来落那个正确的线条 这个就是我们新的领围线 一样厚中要保持住它的90度角哦 因为两片要接在一起 你一定要注意一下 然后再来呢 我们现在先开始 因为西装会有垫肩 那垫肩的厚度将取决在 你等一下要往上抬的一个高度 我们现在这个垫肩 我们先设定0.7公分 你也可以不要有垫肩 当你不要有垫肩的时候 我现在讲的这个部分啊 你就不要往上夹了 不然的话你穿起来会 肩膀会掉下去的感觉 我现在往上0.7公分 做一个记号 好了 再来在后片我们原先有个肩折 而现在不用刻意去把肩折打出来 你要打也行 你不打也行 我们现在先从前片的位置来去做 因为我们的前后的后片 因为我们有肩胛骨的关系 所以希望它能有点烫缩 所以让它立体一点 所以在后片比前片的肩线 大一公分是会很漂亮的 穿起来的西装会 这一公分很容易被吃进去 不会看出来有任何的皱褶 但是会很立体 好我们现在一样 在前领围的地方要往 因为领围线我们往右边0.7 现在要往左边0.7公分 然后再来呢 我们往下面 放0.7公分 为什么这一次不是往上 而是往下呢 因为在前面 领围 在肩线的这个地方 我们的垫肩呢 它会 垫肩我们是由前片的肩线 跟后片的肩线 所叠合在一起 然后垫肩呢 我们要往外稍微 放出去一点 大概在1公分到1.5公分去穿 如果说你这个地方太靠近你的肩线 你就会变成你穿起来 你的垫肩会垫在你的 没有在你的肩膀 这个是我们的肩膀这里 你就会发现你的垫肩怎么垫在这个位置 而不是垫在往外面去一点 所以呢如果有垫肩的衣服 你稍微要把你原来的肩线往外面垫一点 不然的话你会被你自己的这个骨头给顶上去 而这个垫肩就不再这么顺了 而垫肩越厚你这边要稍微加长的 要稍微再加一点点给它 会看起来比较顺 好我们往那边下去0.7 做一个记号线 这个就是我们新的肩线的位置了 这不需要去动它 那这时候呢量一下这个长度 哦好12公分 那12公分我们从 这个当成一个星星 三角形差好了 这边呢三角形差加1 公式要稍微记起来一下 不然的话 下一次就会忘记了 因为我们画的次数不够 好这是我们新的肩线哦 你们先不要用红笔描哦 一样用你们的铅饼继续画 当我们肩线画完之后呢 我们开始要来画所谓的 腰围这个 绣垄线好了 我们先把绣垄线给完成 可以继续开始做其他的 在刚刚我们说的 过来2.5是松份 我们从2.5这个地方呢 下降1.5公分 你可以下降到2公分也没关系 这边往下1.5公分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西装的里面 其实都会穿衬衫毛衣 如果说穿得很薄 你可以不要下降 但是如果穿得很厚 你可以下降再更多 可以下降到2到2.5公分 都没有关系 好这就是我们的 袖子的底端 这时候呢我们要开始画一个新的 领围线 诶 绣垄线呢 然后这边 因为有的时候我讲得很快 如果有讲错的话 同学要多多包涵 这个时候呢 现在我们要开始画新的绣垄线 绣垄线在下端的话 一定要 千万我一直在说 绣垄线下端不要呈现这种角度 这种角度在穿着上 我们人体是圆形的 如果呈现这样子的角度 是很不舒服的 也不美观 所以在下端呢 我们可以求一小段水平 然后慢慢的呢 开始来画 如果说你没有办法一次 把它给画到很精准的话 你用尺 慢慢的去模拟一下 在这一段 这一段的话 我可能会从这边开始 开始先去抓一下这一段的尺寸 好用尺 反而有的人用尺 反而画不太出来 没关系 我们慢慢的接 或者是像我们可以用一个纸板 做一支圆尺 我们拿一下 这是我自己做的四分之一 缩小的 纸尺 因为有的时候要量这个 四分之一的前领围啊 后领围啊 绣垄线啊 我觉得这个很方便 因为我常搞丢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 对我们来讲 应该是随手都可以拿得到的 只要你拥有这一支 四分之一的缩尺 好不说了 这个继续 把这个绣垄线啊 画好 你可以靠着这个板子 或者是拿一个比较软的纸板 你在这上面比一下 比好了位置呢 然后我们再用笔 慢慢的这样画起来 OK 当我们的绣垄线画好了 我们继续要来开始画我们的 前后折子这个位置 在前后折子的地方呢 不会复杂 你只要记住这一条 这一条线是原本在我们的 我们的指形上面 有一个所谓的垂直与胸围线的地方 这个叫做基准线 我们把它水平位置 好把它画好 一直画到底部 前面也有一个这一条线 前面这条线在哪呢 在这边 好 一直垂直下来 也把它画到一个地步 好 你画到下面来了以后呢 我们现在要画 这个中间的两片的一个地方 一般来讲 我们都会切在这个地 切直线 这就是前后两片一身 但是你要不要直接切直线呢 当然可以 只是穿起来的衣服 就没有这么有腰身 或这么立体 而西装囚的是一个合身 你一定要先学会所谓的三片 这个就是把侧边的缝分给合并了 那我们现在从基准线呢 往右边0.5公分 在腰围线的地方画个0.5 然后往这边呢 2公分 做个记号 这是我们的腰折 然后在这一边 在这一条线的这里呢 我们求它这个地方往这边过去 这一条线我看一下喔 这一条线对 我们求这一个新的 新的线 然后往这边过去一公分 好 然后我们开始呢 要画这一个 哦对不起 下面还没有画出来 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地方要注意一下 我们在西装 它在下摆会略有点宽松 那宽松的地方也就是所谓打合的地方 我们该怎么样做呢 这时候臀围的尺寸就很重要了 我们画完这边 先把前片的这一个底画完 画完了前片 然后布料的厚度 这是毛泥布大概一公分的厚度 先加出一公分来 这边打合一公分 对不对 对不起 这是布的厚度 然后呢 这个是两颗扣子的 所以我们的扣子距离 扣子的直径大概两公分 所以我再加一个两公分出来 画出一个 我们真正的前片的一个角度 好 现在呢 画出了这个两公分 我们开始哦 要把臀围的尺寸算出来 现在这个宽度 跟打合的这个分量 有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我们现在写出 二分之H 加上六到七公分 我的二分之H是九十二 九十二加六公分 二分之九十二加上六公分 五十二公分 我现在啊 从这一条线 这一条 新的一个完成线 把它给量过来 五十二公分 在这边 OK 我五十二公分 这个跟这个前面 我的臀围 因为我加出了六到七公分的松分 我希望在臀围的地方 有足够的松分 因为我下面可能还要穿毛泥裙 或者是什么裤子之类的 我希望它的宽度要 比我的现有的一个臀围 还要大六到七公分 半圈哦 六公分 所以我现在多了这个黑色的三角形 这个三角形呢 我目前是多了三公分 二点五公分 所以我这个二点五公分 必须要平均去分摊 再等一下 我们要画出来的一个 重叠的地方 好 刚刚我们说这边腰围 过去零点五 然后这边呢 再 往内 这边我们刚刚求出来的位置是在 先把这一条 第一条的 腰围线要先画出来 不是 是腰折线 我们第一条的腰折线 在内部的地方 我们要先把它给画出来 那我现在画呢 先把它给 直接 好 我们现在要先把后片的腰折线 这个部分画出来 刚刚有一个在腰折这边过去两公分 已经做好记号 然后要连到下面这边来的话呢 往这边过去零点五公分 这个所谓的基准线过去零点五公分 我们现在开始画一条线 然后下半段稍微直一点 因为这个地方要重叠住 好 然后再来呢 另外一个中间这一片呢 我们现在必须在 囤围线的地方 我们刚刚有一个三角形 二分之三角形在这个地方 二分之三角形 好我们画出来 刚刚我的是2.5 所以我现在是1.25 每个人画出来会略有不一样 但是要照自己的 照自己的尺寸去画 好我现在从这一条线 也是同一条线哦 我要把它给画下来 找一个尺的 腰围的地方是一个弧线 这边不要太糊 稍微这一段有点糊 然后呢在这边 好习惯用点的 不好意思 你们可以慢慢的 慢慢的找一下尺的位置 去找出一个 这边接到这一个点哦 刚刚我们说的二分之三角形的这个地方 十心三角形的地方 直接画下去 对 好 这一个稍微再把它补一下成十线 会比较清楚 这边呢 腰围里面要稍微有点内凹 然后到上面的地方呢 稍微有点外拱 微微的外拱 对 就这样子 然后记得 我们现在在这两条线呢 这两条我现在在画的这条线 一定要等长 不然你会接不起来 所以到时候我们在补正的时候 我们会从上方或者是会从下方略去做补正 因为以目前来看啊 补正这个我们到下一次再讲 我们先把字图讲完 不然的话会讲太久了 好 现在我们这边画完之后呢 再来就是前片的腰围的地方 在前片刚刚这边 我们直线画下来的一个基准点 然后因为前片有关系我们前面视觉所看到的线 刚刚这个基准点下来可不可以开始打折 可以 可不可以开始切片 可以 但是你会看到 从正面你会看到这条线 也就像我现在画的这样 我们希望这条线能隐藏后面一点 所以我们往后面约1.5公分 稍微再把这个基准线啊 往后面1.5公分画一下 1.5公分 好 在这个线上 然后求一个直线 一样 水平直线 我们用这个直线下来 我刚刚讲的有点不对的 不能用刚刚这条线 这条线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过来一公分 由这条直线下来过来一公分 做个记号 它将会是我们前片的第一个位置 那我们在下面呢 下面我们就直接接到我们的这条中心线 好 我们画一下 拿个尺 拿个平顺一点的地方 上面糊一点 中间这个地方 让它直一点 好 这样子 然后再来下面这边接到 我们刚刚的下面这条线 然后再来呢 哦 对不起 我接的有点歪掉了 等一下我再拿另外一个颜色的笔再补正 现在呢 我们还需要另外一个中间的斜边的 斜边片的地方 在斜边的地方呢 我们腰折把它打成一公分好了 或者是一点五公分也可以 在这边一公分 好 画一个记号线 一公分 然后在这个一公分的下面呢 出现了一个地方 我们必须要给它二分之三角形 我们刚刚说过了 这边的臀围线的三角形要分给它 所以呢 我们这时候要帮它再分出来一个二分之三角形 要给它 所以往这边导一下 二分之三角形 我的是一点二五 画一下 好 这时候把这个线把它给接起来 这样子我的臀围的尺寸我就够了 怎么画的这么轻没有线 好 这边呢 也是在这一条线上 已经画的有一点复杂 所以你们千万一定要用铅笔 因为不然的话 像这么多黑笔 已经把自己的线 有基准线 然后也有一些 其他的线都画到糊在一起了 等一下我会重新再描绘一次 把这些彩片的地方 好 现在我们把这个地方画好了以后 下摆 等一下 因为下摆我们跟前面的这个 前垂的部分有一点关系 我们待会再重新 把外形轮廓画出来 像我们现在刚刚有说了 一公分的厚度 两公分的前中 然后 希望这个前垂要稍微带长一点 我就 让它一点五公分往下垂 因为布料厚 我们需要前长的尺寸 会比我们原来的还要再多一点 好 这个画出一点五公分之后呢 我们开始在上面这个位置 大概距离二点五公分的角度 二点五 你用三公分可不可以 也可以呀 只要你这个角度画起来 也就是在你前面的 你画起来很顺 你画起来很顺 不论这边是二公分三公分 有的时候在画的时候 转动你的纸 因为我觉得我这个画的实在太丑了 好 转动你的纸画顺它 然后在这边呢 继续把它给接到我们的后片 刚刚我们在后片打折的这一个 我们先把这一条线接到后片的地方 好 接过来了以后 这就是我们新的完成线 那新的完成线呢 记得刚刚我那个折子啊 没有打到底的 把它补偿下来 这些都要补偿下来哦 好 这样子我们新的下摆完成线就结束了 然后再来要画我们的腰围折子 腰围的折子呢 你如果想要提早把它转移也可以 但我们先画出来 再进一步的时候再来说 这是我们的BP点 离BP点3到4公分 4到5公分都没有关系 好 然后腰折呢 这边先画一条直线 然后我从腰围线下 再大概10到11公分就好了 不要太长 然后 腰折的宽度只要1到1.5公分 这个是为了 让身体合身一点 看起来比较有立体 而且有胸部的感觉 不是说打越多就胸部越大哦 不是这个意思哦 把它连下来之后呢 我们再来就要换我们的 这个是11公分 好 再来要换我们的领形呢 不用去害怕领形 刚开始我在学的时候 我也很害怕领形的 但实际上真的是不用害怕的 好 刚刚扣子忘了跟你们说了 扣子啊 第一颗再加厚的这个地方啊 画一个扣子记号线 然后再来呢 我第二颗离多远 你不可能打到这个底下的 因为这个底下 要让它自然的一个垂开 像现在我们的设计图稿是 两颗扣子兼具 但是还没有到臀围线的地方 所以呢 我们第二个扣子大概抓9公分吧 中心点的位置9公分 好 这边也是我们第二颗扣子的位置 再来呢 刚刚我们现在要开始画领子了 领子的线你要先求出第一个线是 我们刚刚往内0.7公分 那是因为我们离开我们的领围线 现在呢 我要从这个领围线 再往这边过来2公分 出个记号 2公分 好 这2公分要做什么 这2公分要画出一个 跟我们这一个位置 要画出所谓的 我用铅笔粗一点的线 不然待会0字都看不见了 这时候要画出一个 所谓刚刚我讲的V0的线 也就是翻折线 这条线是真正的翻折线吗 是 在前领片这个地方是 但是到后领片 因为我们必须要稍微有点倾斜 它后片才会服贴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倾斜大概2公分左右 好 我们 哦 对啊 往这边上来的这个高度 就是我们后领围的高度哦 我们现在 2公分这一条线 刚刚0.7的这一个 有没有 刚刚我们这边有个0.7 你也同时间画一条线 你要从这条线去倾斜 倒2公分 倒2.5可不可以 也可以 但是待会啊 在领子的 后领片的补正的时候 一定要做好 现在是倾斜2公分 做个记号线 好 画出一个新的线 这个就是新的线 但是这一条线呢 就是我们的后领围尺寸哦 我们拿着自己做的 或者是你有这种软尺 量一下后领围 实际现在完成的尺寸是多少 我的是8.5公分 那我现在这个地方 我就必须要过来8.5公分 这就是我新的 一个所谓的后领围线 要接 所有的线要接在一起 一定要等长 再不然就是有特殊原因 要去缩缝 像刚刚的后颈 要缩缝一下 一公分 比较好看 比较立体 这一个不叫完成线 为什么 因为这一段 不可以出现这样子的尖角 什么叫这样子的尖角呢 你看 像现在呢 我们的领子这边 跟这一个领线 这个是我们新的线 这样子这个地方 是不是出现了一个尖角 这个地方是不是出现了一个尖角 不可以这样子去用 你一定要让这个尖角要圆顺 顺下来 所以呢 待会再去画这一条线 所以现在你们都要用铅笔去画 好了 这个是所谓的后领围尺寸 我们这个是后领围尺寸 领高2.5公分 垂直角度 垂直2.5公分 做个记号 3.5公分 再做个记号 好 那是为什么呢 等一下跟你们说 为什么领高只有2.5 那个领面要3.5呢 因为你要盖过领围线 才会好看 盖过领围线呢 我简单画个图 这就是所谓的盖过领围线 我们现在画的是后领高 这个叫做领面3.5 你如果后领高不够 或者是你们都画2.5 真正翻折过来的时候 你会看到领围线的 领围线会外露的 这样子衣服就很不美观了 这就不是一个好的打扮 他们有考虑到细节 好 再来呢 这边先画一个90度角 都是角度哦 好 然后再来呢 开始要画所谓的前片的地方了 在前片呢 我们可以做 先照老师的做法 也就是书上说的 我们先从领围线下3公分 你看嘛 他的领围线下3公分 然后我们开始 这一个 刚刚这边有一条所谓的基准线 是我们侧颈点过去的一个基准线 这个基准线呢 你从这个基准线上 在这个3公分呢 它少一个尺寸 这边要下来5公分 到5.5公分都可以 这边 5到5.5公分 好 画一个水平 这个领面宽呢 垂直啦 垂直啦 不是水平 画一个跟这条折线垂直的 我觉得这个领面宽应该在7.5公分或6.5公分都可以 我们现在就开始画7.5或6.5 你决定 有你自己当家 好 7.5公分 我是画7.5啦 这时候呢 我们的下领片就好咯 拿着尺 找一个你觉得美美的弧度 这一条线可以画得很随意 但是 它将取决在你翻过来的这一个领片的弧线喔 你可以直的 可以弧的 但外弧是比较漂亮的 好再来呢 刚刚这一个点我们先接到下来 领维线下来3公分的地方 把它延长喔 延长到这一个另外 所谓的折线下面的 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完成所谓的 刚刚我在讲的后领弧线的地方 这边你一样先画过来 但是这边是一个尖角 这样不行 拿着你的完成线的笔 把这边给求一个圆顺 过去一点点0.12后 过来一点点0.12有没有关系 当然没有关系 把这个角求圆顺 这样就好了 再来呢 我们另外一个上领片 这个就是我们的下领片 再来一个上领片 上领片呢 这个虎口要开多少 这个虎口开多少 就看你自己的设计 或者是先造老师说的 我们先从这边过来4公分 好 然后呢 这段的空心的间距 也求一个4公分 4公分做个点 然后尺你可能要拿个角度 我这边 因为这一边要4公分 但是我这里要3公分 所以呢 我得要拿一个角度来对一下 或者是我拿另外一支尺来帮忙 我的小夹尺 我这边要4公分 我的4公分在这里 哦 好 那跟我的3公分怎么对在一起 好 就是这个角度 对好了齁 就是它 画上去吧 这边要不要90柱角 微微一点点90度角 但是设计的关系 如果你要尖角也可以 不需要90度角 因为我不需要跟谁接片啊 我这边我就不要直角 然后再来我必须要跟后面的 这边要直角哦 因为这个我后面还有另外一边对称的 我这边没有 所以我这一段稍微略一点点 小小的平平的 再来呢 我就给它画顺一点 可是要记得一点哦 你在这个后腰的地方啊 你不要用这样子 你这样子你的后腰的长度 就不再是这样圆顺的了哦 你必须要稍微 在后领的地方 要来 后领的这个位置 要微微的往外 往外弧 在前面再往内凹 那什么意思呢 我们后领的地方啊 稍微有一点点小小的弧度 例如说后领的地方是在这个位置 自己简单做一个小小的记号 很小很小的弧线哦 微微的往外弧这样 好我往外弧了一点点 再来呢 前面我希望它凹一点 要漂亮一点 要跟着设计 我希望它凹一点 接到这一点 这就是你新的上铃片了 这时候呢 如果你要检查这边画过来的地方 像老师都会叫我们再把这边连起来 这就是我的西装领翻开的一个折线的线条 它就会变成这样子 但是这个是不是我要的呢 或者是我不希望这样子的设计呢 我这边还没有画对称过来 不好意思 这边 要我的话我就直接把这边呢 直接剪下来 我现在还没有画完 不然的话我就会拿着尺 把这边剪下来 然后直接对翻过来看一看 嗯 这个是不是我要的 不是的话我重新再画一次 或者是跟设计稿差很大的话 我不要等做好衣服再来调整 在纸上的时候就可以做调整了 好这是我们的后片 然后 对不起这是我们的大声 不闻方向啊 书上是这样讲 它是后中是直不闻 可是你要记得后领片跟前领片 像 后领片呢 你一般来讲这边为什么 后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后领 后领片 也就是领底要直不闻 但是领面 用斜不闻 正斜不闻 这个是在制作工艺上面 打板师 这是打不闻方向是打板师决定的 你要有这样的sense 为什么 因为在领直翻折的时候啊 你再翻折下来 因为你要带扯着去到前片的地方 那你后面这边你是直不闻 对不对 你的这个是领哦 领当你如果是正斜不闻 这个是领 正斜不闻 它会有足够的弹性 所以你在这个肩膀的地方去转弯 那领领为什么 就是底片领就是这一面 这一面的地方 它直不闻方向是不希望领子越洗越变形 因为你也知道斜不闻的话很容易就是 不闻比较不稳定 但是不稳定是它的好处 因为它可以比较灵活 比较活动 像所有的波浪群啊 或什么都不喜欢用直不闻 它们喜欢用斜不闻 好 再来我们 我刚刚没有简单画个贴边 这边过来三公分 然后下面呢 过来 从这一条 前中心线要过来 七公分 好 开始 画一个所谓的 布纹 要用布纹 方向一长一短 一长一短 这一段呢 要有点弧线喔 因为直线的话就不好看了 虽然里面 不是在外观的地方 但是 人家也会检查你里面的细节啊 魔鬼就藏在细节里 然后刚刚忘了跟你们讲 这边也要画出一个所谓的 打合的这个地方 为什么 因为真正的我们的前片后片 这一片完成了 我现在开始用红笔来 画出所谓的 前片后片 以及所谓的斜边 我用黑笔好了啦 大黑笔 先画出前后片 现在我先画出所谓的上片里 这一片就是我们的上片里 你开始可以用 其他的颜色的笔 把它自己画起来 这一个是我们的上片里 我画得很粗 是为了要让你们看得见喔 你千万不要拿那么粗的画喔 看不见喔 这是上片里 这个是跟大声分开的喔 然后我现在用红笔再画后片好了 后片 好 这是新完成的尺寸 哇 这黑笔画上去什么都看不见喔 这个地方比较复杂一点是 因为它有重叠的地方 你到时候啊 在画的时候 请你们一定要 这一段的长度 到后来你要稍微有一点 你要拿尺去量 我们现在要量这个尺的长度 因为这两条线要接在一起啊 跟侧边的领片这个啊 这一个 哦 我的笔太粗了 sorry 我用这一边画就好了 虽然有点不是很清楚 但是OK 你们看得懂就好了 不然下四人了 这么粗我都量不准了 笔太粗的话 这个一支太粗的笔 你就变成0.5公分的差异了 你这样在四分之一的图上是 没办法显现的 笔是越细越好 误差越少 现在我的后片量起来的长度是48公分 好 那我们再量出斜边的这一条线的位置 我这一条线只有47公分 那当然以谁为主 当然要以我这一条线为主咯 看到没 我刚刚画的红色的这一条线 要以我这一条线为主 所以呢 把这边少一点 47公分 把它给画一个 这样子 看得懂吗 好 然后再来呢 我们现在 另外一边 在这里 我们开始要画出这一边的长度 前片的 因为你如果 我的笔真的很粗诶 我找一支稍微细一点的 看看 我自己都好 这一支好像细一点点 这个是前片 然后另外一个 在它的斜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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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斜边线 这时候呢 我们开始又要再把 现在两片呢 到底要以谁为主呢 我们先量一下长度 你一定要以这一片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它才是碰到你 碰到你这一条实际完成线 你看是谁比较 我的主要的前片在这边 那我后片这个地方 如果没有满足这个前片的话 我会接不起来的 因为线条不一样 那我们要分两段 我刚刚忘了跟你们讲 腰围线的地方 有分上跟下 你腰围线要做记号 打板师在腰围线 要帮人家做记号 20 我到20 我到20就是到腰围线了 那这一边呢 20 诶 我的怎么会一样长呢 20 我也是20诶 如果这边的长度不一样 我再下一次 会再跟你们讲 这个再怎么从上面去修正 好不好 因为这个时间 我想脚太长 好 然后 完成线画好了 还有这个 上领片 下领片带大声 来把它画起来 太粗的笔了 太粗的笔了 不好意思 今天的细的笔 不知道跑去哪边 好 然后这边 把它给画起来 圆顺一点 下摆 好 然后肩线 然后新的 秀龙线 好啦 秀龙线不画咯 因为我们现在要继续去讲 袖子了 哦 对 刚刚讲的领子的还有一个重点 哦 来看一下我们的外领围线 我们常常看有些西装的领子啊 其实会外露出来 它的领围线这一条会外露出来 为什么 第一个 它外领围线条不够长 我现在在讲的是这个行星记号 我们开始量一下这一段尺寸 也就是量这个会比较准一点 我们现在的领高3.5公分 领高2.5公分 领片3.5公分 那也就是当我们反折下来的时候 它会盖在领高除外的这边 会再盖在这边一公分 这一公分呢 就是我们的外领线这一段 来 我们量一下它的长度 如果这一段当它不够长的时候啊 我这边10公分左右 我这边 10点多一点 我这一段的领片的长度不够 我必须要从这边 切开 我把一点点的松粪给它 也许就是0.5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领片是长这样子 诶 对不起 画错了 先照着它画一下 突然画不出来 我们现在这个领片这样子 对不对 然后在这一段呢 厚领围线的这个地方呢 把它给打开一点点 因为我差0.5公分 剪刀把它剪开 当你的领面越大 有些人喜欢设计那种大领面的 我现在把它剪开 就像我们在做其他折子一样 我就再把它放0.5公分出来 重新再给它上一个新的 变形 这样就好了 好 再来下面改一下进度了 再来讲一下袖子 袖子要快一点哦 两片袖 你们更好了哦 把这个袖子的圆形拿出来 开始画一下 袖子原本的圆形拿出来 糊糊的火的圆形 因为是自己做的 你们做好了之后呢 可以拿个纸板 把圆形给做出来 好 然后其他的部分的细节 简单的补上 这些都是在圆形上面就有的咯 中心线 这不在这边特别讲了 往上1.5公分 那是因为西装袖 是比较正经的袖子 它希望更挺 然后袖子的宽度啊 也就是所谓袖肥这一段 可以再小一点 原先我们这么大 我现在希望再小一点 再修 修身一点 好了 然后我们把前后的袖笼量出来 前后的袖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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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着我们的软尺 来请量一下哦 前后袖笼量出来之后呢 照前后袖笼的长度把它画出来 这个请自己量一下 赶一点时间 赶一点时间 讲太长了 大家都累了 好 哎 没画到对不起 这是前后袖笼线画出来了 我们提高了1.5 是因为我们希望袖衫 我们简单的讲一下 原来的 在这一个纸板 原来的基本圆形的袖衫高啊 我们大约是12到13公分 这一般活动 这个袖子的高度 跟所谓的袖衫的AH这一段的高度 我会再另外再找时间来说 但我们现在先制图 好吧 往上1.5公分 一样 切一半 把这一段前袖笼的中间 先求一半 然后这边呢 上去1.8公分 这边下来1.5公分 好 画出一个它的袖笼的圆形 新的 然后再来呢 我们现在要画出来是 另外这边厚片的 因为它抬高了 所以我们新的 我刚刚袖笼线的位置画错了 我们的绣笼线的位置呢 现在在这边 然后绣笼的宽度在这里 我们把它给求出来一个位置 这边要过去1.5公分 其实也没错 好 后片一样 后片虽然在一半的地方往上一点 但是你在末段的时候要收起来 我先涂手画咯 你们自己要用笔画哦 好 这是我的前后新的绣笼线 我用红笔画一下 然后这是我 好 然后画完了以后呢 我们开始 要把这边呢 先求出一半来 一半的位置 要从这边的一半哦 我红笔画的这边的一半 这边的一半 跟这边新的绣 新的那个位置的一半 好 我们画出来一半的位置 然后这边也是一半一半 我有些如果画的没有很准的话 你们一定要拿尺量哦 好不好 在这个一半的地方呢 我们开始画出一个所谓的基准线 这是一半的位置 垂直 画一个基准线 基准线画完了左右三公分 往上 然后往上碰到这边就停咯 碰到那条红线的绣楼线就停咯 这边也是 往上碰到绣楼线就停咯 好 各三公分先画完这一点呢 再来 我们要求出一个新的 倾斜的一个 所谓的前 前 前 倾的一个绣型 我们现在先从这一条线 前面这边往过去0.5 然后下面这里呢 往这边过来0.5 来 把这个0.5先接起来 我用红色虚线画好不好 这样比较清楚一点 好 这边过来0.5 这是所谓的 这不是完成线哦 这个叫做中心线 基准线 然后再来呢 这个画完之后呢 我们一样 开始先画出它的 新的一条线 要各过来3公分 重过来0.5的地方3公分 3公分 好 开始 这地方呢 要稍微带一点弧线的 不要再角度这么直哦 这边也是 3公分 3公分哦 这边也是3公分 3公分 这地方不要有直角哦 拿出这种弧线尺 上面稍微要直一点 所以我这里弧 这样子 然后我希望下面也要直一点 我把尺再翻回来一点 好 下半段基本上是直的 我这边直一点 好 然后这边也是 从这里 带微微的一点 先直一段 然后再弧一点 然后再下来 刚到刚刚的那个3公分 好 这样子呢 前面的地方呢 稍微因为前傾的关系 线条一定要顺 这个如果你发现不顺的话 一定要重新再画掉 再瞄顺一点 这边下来 0.5公分 在前面的这个前锤的地方 我刚刚画的红色的下面 好下来0.5公分 这时候从这个0.5 我说红色的这个基准线 0.5开始算 袖口 我们是做13公分 来 袖口量到13公分 做个记号 13公分 这个红笔来咯 这将会是我们另外一条线 另外一条的基准线 我们先在这个基准线的这个位置呢 先画出一个直线 这既然是基准线 我们先画红笔先画出来 来 避免大家已经看糊掉了 有没有 基准线画出来咯 然后再来呢 左右 两边 你要先把这一段跟这里 分成一半 好 一半之后呢 我们左右各过去2.5 2.5 这边再过去2.5 这边都是2.5 这个两个是一半咯 然后这里是2.5 这里是2.5 开始咯 你要这边下面是2公分 2公分 2公分 把这几个线开始要连起来 这边稍微带一点点 直一点点 因为每次在开始下弧的时候 都会太弧了 急速的下弧啊 不是好事 好这边也是 微微的一个弧线 然后接到这个下面 这里 这里 往下0.5 0.5 除了是求一个直角之外 也是让整个下 整个在接的 袖子在接的一个地方更圆順 你可以不下弧啊 但是你会发现你做出来的袖子啊 会在每一个在接缝的角度 这个人家是做起来是这样 你会做起来是变这样子 因为你少了这个下来 0.5 好 往上 然后这边也是 这边一定要也是一个角度 因为都要接起来 然后再来 我们现在要求内 里面的这道的弧线 里面这道弧线怎么求呢 可以直接把外面的弧线点进来 我们现在把这个对折线这边 这一条对折线 这一条我现在圈起来的这一条 把它往里面对折 或者是说 好 我们现在用剪的好了 剪的可能会快一点 来看一下 哦 剪错地方对不起 剪到这一条线哦 两边都是 为什么 因为我要求那个 绣绒 下底绣的地方 好 把这一段剪起来 底绣呢 也就是我们现在下面的绣绒的这一段 两片绣跟一片绣有什么差啊 会比较前傾 你有没有发现 刚刚我们画了很多前傾的地方 但是实际上 整个绣绒的形状是不变的哦 所以我们剪到这边把它转过来 然后把它给画出来那一个形状 先用铅笔画一下 把它直接画过来 然后这一边也是 把它给折过来 求出这一个 它一定是画起来会是在一起的 因为你就是直接 从这三公分去画的 所以重新 把这个绣绒先 哦 我发现这个绣绒的下面 变得不圆顺了 因为我没有去修正过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 如果我用原来的这个 一片绣去接 我的绣下就长成这样 这么丑 这么尖 你看这边这么尖 我刚刚这样颠倒过来 你看这边这么尖 这个地方应该稍微再画糊一点 所以呢 我就直接从这边修正 这就是我的下绣绒线 这样有没有很顺呢 好啦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边哦 下一次我们再继续加油 这边的完成线 努力一点 吸一口气 打板是不容易的 然后 打板呢更多的是需要耐心学习 然后还要 孜孜不倦的一直努力努力再努力 然后 不要去怀疑我们现在的老师 或者是 当然啦 有的时候有问题 我们一定要互相研究 研究研究研究 这是我的下片绣 那我的外片呢 我的外片就在这边 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两片绣 这是我的外围线 接到这里来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袖子 还没有做的时候 就已经往往微微的往前片起了 因为我们的袖子啊 是 人是往前面的 好 同学们加油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啊 你可以留言 然后 对于你的老师或我讲的不一样的 你也多听多学 因为打板这个有实 有流行性 然后也有所谓的经验值 没有谁对谁错 至于老师说这边要高一点 我们就要听老师说的 因为你们现在还在学校 或者是在 或者是在跟着师傅在学 不要去怀疑你的老师 如果你要去怀疑你的老师 你要有更多的一个 一个base 就是你要更有基础 你自己勤于去练习 画好了 然后我们把它拿出来 先用纸 先用胚布做一做 你要怎么样去证实你的理论是对的 不是说啊 我说怎么样 啊那个A说怎么样 千万不要去质疑你自己的老师 或质疑你自己的师傅 而是 在学习的当中 我们融会很多家去贯 贯通了以后 然后我们自然会有自己的一个 一个新的不一样的打板的概念 好不好 好晚安了 谢谢同学 其实有期限 你才会算一样 我觉得你对于是 第一个机梦 还稀疑 真的吗 我当然跟着你